大約離醫院大概剩4分鐘路程 後面有聽到孕婦的叫喊聲 到後床的時候 將電筋補好 幫患者褲子一下 就看到胎頭是已經產出的狀況 然後我們就直接現場 幫他完成健身 胎兒的狀況很健康 回到現場救護車 是緊急開往醫院的路上 在車上是一名懷孕37週的孕婦 這次是第二胎 孕婦突然表示 腹痛無法忍耐 而且下體有異物感 洋水疑似流出 開車的消防員趕緊路邊停車 準備接身 從事消防工作已經三年的 這位消防員蕭惠元表示 他已經是第二次接身了 由於平常都有相關的救護訓練 所以不會太緊張 也根據消防流程來完成這次的任務